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亚玲 欢迎收看2016总统大选 选签最后一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总统电视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是由三立电视主办 共同的主办单位还包括了Google 卧槽以及四报一社 那么现场是由三立电视转播 讯号是提供给国内外30多家媒体共同来播出 那么为了因应新媒体时代 那么现在除了有三立新闻网直播之外 我们的共同合作伙伴Google也加入直播 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够同步收看得到 真的是全球都在关注咱们台湾的这一次总统大选 尤其为了过大全民参与 我们特别突破传统创新的采用 总能给问吗 公民联署提问的方式 由总统候选人直接来面对公民的提问 这是落实基层多元面向的关怀 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首先呢 先介绍今天的三位主角 按照先前抽签的顺序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先生 第二位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炊先生 第三位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 今天的发言将会按照这样的顺序 接下来说明今天的辩论的流程 总共有四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深论 每位候选人会有八分钟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总统给问吗 公民连述提问的时间 第三阶段是候选人彼此之间的交叉结问 有两个回合六轮的提问与攻防 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结论 每个候选人会有六分钟的时间 好 在正式辩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展现一下君子风度 请三位候选人到台前相互的握手致意 请 好 我们新的一年已经展开楼下下礼拜的今天 中华民国第14任的总统 就会正式的产生 选前最后这一遍非常值得瞩目 好 我们再请三位候选人两手相互的交叠 来个君子之祸 留下这个历史镜头 今天的辩论会一定能够让选民 更清晰地了解到每位候选人真正的政策与特质 真正的选嫌与能 谢谢三位候选人 好 今天每位候选人发言的时间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发言即将结束前的30秒钟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两段铃来提醒 发言时间到的时候会有一长铃 同时这个时候就会关闭麦克风 那么在三位候选人的正前方都有电子计时器作为提醒 如果这个计时器有任何故障的话 那么我们工作人员手上也都有码表同步在计时 同时会以大字报来作为时间上的提醒 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辩论会 第一阶段声论 我们按照先前抽签的顺序 先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先生 声论 时间八分钟 主持人 宋主席 蔡主席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泰家新年快乐 泰家好 三里加加摩布鲁 你好 很高兴今天朱立伦来参加第二次的电视证件辩论会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非常关键 在最后两个星期关键的时刻 我们将选出我们未来的总统 这是台湾未来生存发展 以及我们生活品质非常关键的选择 我们透过这样相互检验 彼此讨论政见 我相信可以让我们的选民更清楚的了解 每一位候选人的性格能力提出来的政见 以及未来他真正的想法 从参选以来 我多次的批评我的对手蔡主席 提出来很多的政见相当的空洞 尤其是对很多的重要的问题 用一些含混的政治语言来回应 我相信这只是要选民给他一张大大的空白支票 到今天为止 剩下两个星期 我希望蔡主席 我们大家非常务实真诚地回答所有的问题 朱立伦深刻地了解 国民党过去八年执政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我承担的是好的政策的延续 当然也对于错误的失败的政策 彻底的反省跟检讨 我提出来因应时代的需求 尤其未来世界群势的变化 以及我们国际经济情况 挑战的许多新的政策 这些政策 我相信是务实可行的 而且是符合台湾人民需求的 我一定有信心 有魄力 说到做到 但是这段日子以来 我一直感到相当痛心跟愧疚的事 由于过去国民党做得不够好 许多人宁可选择去相信 一个最不可靠的政党 以及他的候选人 在最困难 最大挑战的时候 我必须勇敢地站出来 因为我坚信 我们一定要给台湾一个 最稳定 最确定 最安定的未来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此刻的心情相当的焦虑跟挫折 你可以对国民党不满 对马英九不满 也可以对朱立伦不满 但是我要请大家 不要拿台湾的未来来出气 台湾正面临两条不同的路线 这两条不同的路线 朱立伦选择的是稳定 选择的是开放 蔡主席选择的是冒进 也选择的是封闭 接下来我有六个问题 直接就来凸显朱立伦跟蔡主席的不同 我要请教蔡主席 九二共识 我们已经很清楚 朱立伦承认九二共识 坚持一中各表 而蔡主席不承认九二共识 在上一次的辩论会当中 被逼及了 直接讲 九二共识只是一个选项 很多人都质疑 它根本不是你的选项 请问蔡主席 您的选项是什么 清楚地告诉国人 第二 外交烽火 你在上一次的辩论会当中 蔡主席说 外交修兵 修客 让台湾看中国人的脸色 让外交不值为何而战 蔡主席 您要重启战火 要唯恐天下不乱 还是要走回 过去民进党 所主张的烽火外交 金钱外交吗 第三 募兵制 我主张未来走向全面的募兵 兵力降低到18万以下 基层的士兵薪水 从4万块开始起薪 让想当兵的年轻人去当兵 其他的年轻人 可以去安心工作求学 蔡主席 民进党主张增兵制 请问到底要增多少兵 增谁来当兵 TPP RCEP 这两个区域经贸组织 我们坚持双管齐下 同步进行 两者都要加入 为什么蔡主席 你到今天为止 只谈TPP 必谈RCEP 逢中必反 对台湾未来有利吗 第五 能源不稳 我们主张 稳健 减和 民事冒进 废合 而且 同时推动绿能 又说不涨电价 又一会儿说 没有说不涨电价 火力发电 又说 不会有温室气体 你的能源政策 非常的矛盾 左吃右措 到底要不要涨电价 要涨 涨多少 第六 美猪开放 我主张根据国人 饮食习惯 定定最严格的标准 绝不会贸然 开放美猪 你到美国贸易代表 代表署之后 躲躲闪闪 最近 告诉国人 你要开放 请问 你到底出卖了 猪农 出卖了国人 什么样的利益 这个不是黑箱 什么是黑箱 各位好朋友 这次总统 一定会换人 我们要换对的人 不能换错的人 我提出这些问题 是让大家了解 剩下两个星期 到底 民进党 到底蔡主席 你的主张是什么 不能只有空话 不能只有空白支票 我们要把政策说清楚 我当然知道 如果把政策模糊一点 很多人就不会批评 但是我坚信 一定要做一个负责任 提出具体的政见 接受检验 我在上一次辩论 提出来战略三册 我说四年内 要把基本工资 提升到三万元 实薪约180元 配合我们经济策略 翻转台湾 经济目前的困境 我也提升要课增 前百分之一 有钱人的富人税 以及大幅扩张 台湾的外交空间 跟我们国际空间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朱立伦在上一周 跟工商团体的沟通当中 已经说服了很多朋友 蔡主席 民进党除了嘲讽 除了批评 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我提出年轻朋友最关心的 以及爸爸妈妈最关心的 托育政策 克服议题 还有我们孩子 遇到困难的时候的 幸福保卫战 在上一次政见会当中 你说这只是小确信 其实这是人民关心的事情 这是政府最大的事情 台湾不能选错人 否则我们会两岸不安 外交烽火 孩子增兵 经济孤立 能源不稳 美族开放 我们还能经历这样的不确定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换对的人 对的人 就是要基层经验的人 要有执行力的人 愿意负责任 讲清楚政见的人 我们也希望有一位财经的总统 用务实的态度 解决台湾未来经济的挑战 我们还需要一位 有包容力的总统 朱立伦当选之后 会立即拜访宋主席 蔡主席 共同寻求我们朝野未来的合作 接下来请清明党总统候选人 宋锤先生申论 时间8分钟 主持人 朱主席 蔡主席 各位观众 各位乡亲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总统候选人 在这边向全国的人民 来表达我们的政见主张 第一阶段是谈到的深论 而不是辩论 我必须要说 我们今天参选中华民国总统 出任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领导人做什么 领导人就是要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让人民感觉到有希望 我看到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国民党也执政了八年 但是看到他们的执政 把台湾带到今天 叫做两个八把台湾打到趴 我们要重新找回人民的希望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 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他要对于未来国家的方向跟政策 提出高瞻远处的一个主张和见解 第二个 他能够善用资源 公平合理的分配 有效的分配 第三个 他会用人 特别是他如何的能够实财实用的 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 替台湾人民服务 解决目前的困难 而开创我们下一代未来的愿景 我在几次的谈的话当中 特别提到 宋楚瑜将来所组合的执政团队 将会重要的 那就是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下 就是国土整体的规划 以及如何的把我们的产业经济带起来 在这个两个方向上面 我要提出一些未来我们的规划的愿景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总统最重要的就指出方向和未来的这些计划 我在上一次已经提到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台湾 必须要善用我们三个非重要的 那个所谓优势 我们占了地理上的优势 我们占了我们人文上的优势 我们是三种文化 中华文化 东洋文化 西洋文化的洗礼 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内涵 我们是一个华人世界唯一的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 因此宋楚瑜当选之后 将从我们整体的国土规划 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 提出我定名为叫做三杀机的计划 这个三杀机就是海神的trident 那就是真正发挥我们海洋的这个优势 来做这方面事 在整体的国体规划上面 我们将把台湾的经济发展分成六大的区块 北北基是一块 陶竹苗成为台湾的科技溪谷 中章头是离大陆最近的口岸 确保精密的这些机械和其他优良的传统 同时云嘉兰发展我们金式的农业文化 同时高屏作为南境的窗口 然后屏东发展回我们东北亚的夏威夷 然后以中央山脉以东包括离岛 我们来发展农业生计 海洋观光 落后的漫游多元的文化 这个三杀机的计划 基本上就是打造北 中 南三个新加坡 我们要司法新加坡 它能够善用它的地理位置 然后学习它们的年能 效能和务实 然后开放我们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空港和海港 然后把台北港和基隆港结合桃园机场 成立北部自由贸易区 着重发展云丹的网路跟电子商务 设计类的文算产业 台中港结合清泉钢机场 成立中部自贸区 着重发展精密的这些机械 传统的产业 高雄港结合小港机场 结合我们南新的计划 成立南部自贸区 着重发展绿轮的产业 我们将由宋楚瑜所领导的团队 整合中央部会 整合我们地方政府 各位乡亲 在过去我们看到了 国民党不但是内部部会 不成部会只成部落 而中央跟地方又不合作 我是唯一一个有记录 能够整合我们不同的单位 我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将来带领的这个团队 一定可以帮大家说到做到 而重点在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占了台湾 我们整个的一共有135万家 占了整个的企业97% 同时我们的就业人口是866万 占整个的就业人口78% 宋楚瑜执政之后 将把中小企业的瓶颈 那就是我们很多人批评 我们的中小企业 有一流的技术 二流的行销 三流的管理 四流的财务 不入流的计划 我们不能够在那边旁观 宋楚瑜执政之后 一定会要多多的协助我们中小企业 不让他们自生自灭 自求多福 因此未来宋楚瑜朝四个方向 来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 那就是提升中小企业的生产 跟管理的技术 协助我们这些厂家来取得资金 同时第三 改进市场的通路 协助他们行销世界 第四 提升我们的员工的素质 大力地扩大我们劳力的来源 我们在四年之内将要提升中小企业出口额 由一兆五千亿 把它增加三千亿 成为一兆八千亿 同时出口的比例的比重 将由百分之十四点六二升到百分之十八 在这个四个上面 我分别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列举 今天是网络时代 就在这个时候同步 宋楚瑜的这些细节的 很多的这些项目 都会在网络上面一一地看到 各位亲爱的乡亲 重点是 我们不能够让这些中小企业自生自灭 中小企业是台湾真正的基础 是我们的命根子 但是这当中的劳资的问题 政府要出来 我们要让中小企业了解 劳工是他们的命根子 我们企业也是劳工的一世父母 只有把这个劳工跟企业产销 一起大家合作 把我们这些事情去做好 我们才能够把台湾的 整体的经济实力找回来 宋楚瑜有这个能力 宋楚瑜有这个经验 只有把我们中小企业的 这些许许多的问题 我们把它去做好 那就是重新组合政府的团队 去成为帮他们去推销 而不是只有管外交 让我们真正政府的整体发挥 成为推动我们经济的助力 而不是主力 我们在这边做 三号的宋楚瑜 说到做到 继续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蔡英文女士声论 时间八分钟 谢谢主持人 这些年假期 时间过得很快 马总统带领这个国家 已经将近八年了 这八年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一个小学生 可以在八年之内 变成一个可以投票的公民 一个小婴儿 也可以在八年之后 变成一个小学生 不过这些年来 这八年来 也有些事情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其中人民感受最深的 是政府与人民的距离 非常的遥远 他们对民意的态度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当怪兽开进农田的时候 政府听不到大仆阿嬷的声音 当邮电双掌的时候 政府听不到小生意人的声音 当洪仲秋在军队里面 被虐待致死的时候 政府听不到人民 要追求生下的声音 当食安危机的时候 政府没有听到 所有的爸爸妈妈紧张的声音 当总统忙于斗争国会议长 当执政长的主席 忙着换掉 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听到 人民希望政治 麦克罗娜的声音 刚才朱主席说了很多 他未来要做的事情 也对我有很多的指教 我仔细听起来 朱主席还是在贴标签 还是在扭曲 在片面的解释对手的政见 跟说法 不过 他虽然说了这么多 他有一件事情 朱主席始终没有说出口 那就是台湾人民 这八年来 究竟过得好不好 上次的辩论会 朱主席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震惊 他说 一个总统 不能一切看民意 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那一瞬间 我以为站在我旁边的是马总统 马总统就像朱主席一样 是一个自己很有想法的人 他的两岸政策 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经常引发了冲突 他主导的国会 用半分钟通过服貌 引爆了太阳花的血影 他主导的教育部 修订争论性很大的课纲 连高中生都出来反对 我们今天在这里竞选总统 请一个总统所犯的错 难道朱主席 真的视而不见吗 2015年 台湾民众票选的代表字 是换字 我相信 当台湾人民 在选这个字的时候 大家心中的感触 其实是很深的 台湾人民想把什么换掉 我想答案很简单 他们想把一个 不听民意的政府换掉 朱主席曾经是国民党 曾经为了国民党的 施政无能而道歉 在这里 我要告诉朱主席 如果你真心地要反省 国民党执政的失败 那么 首先要检讨的 就是你们跟人民的距离 真的太谣言了 人民需要的是一个跟他 站在一起的政府 而不是跟他作对的政府 人民期待的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政府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政府 过去八年 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也对政治人物失去了信赖 我看到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次的选举 我提出了五大政治改革 我要让虚好 恶斗 对立 空转的台湾 彻底的改变 首先 我提出要实践世代正义 实践世代正义 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回年轻人 对未来的希望 我要重建经济 让产业快速的转型 跟升级 来解决年轻人低薪问题 我要推动安心住宅计划 我要改革年轻体制 我更要提供 好好的照顾服务 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让年轻人安心成家 最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人 不可以那样自私 只顾着自己的历史地位 我们要把未来的选择权 完整地留给下一代 第二 我要改革政府的效能 将来蔡英文的政府 进行任何重大的决策 都会充分地沟通 公开透明 诚实提供人民来检验 蔡英文的政府 不会再有黑箱 也不会钻断独行 我们还会成立 强而有力的国家队 站在产业后面 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 我们还会检讨 政府的财政几率 让每一块钱 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 我们也会协助地方政府 严守财政几率 认真的公务人员 是无辜的 他们不应该成为财政挥霍的受害者 一个有能力的政府 才是公务人员最大的光荣 第三 我要启动国会改革 我们要改革立委的选择 解决目前票票不等值的问题 我们还要降低政党的门槛 让更多人的声音进入国会 这些都能让国会 更能反映民意 我们也主张 议长中立化 让他不受制于政党 来处理议事 同时 我也要强化 国会幕僚机构的专业能量 来提升问政的品质 第四 我要落实转型正义 我要整理 并且公开历史的档案 让真相 重见天日 抚平受害者的心中的伤痕 任何人都不应该 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去隐瞒 未来 我也会追讨不当胆产 我会明定政党的收入来源 杜绝政党投资 盈利失业 让民主更深化 让竞争更公平 最后 我要终结政治恶斗 在这里 我要再次向国人保证 民进党执政 绝对不会争碗盆去 新政府的人士 绝对会令国人耳目一新 身为总统 我会对这个国家的团结 负最大的责任 尽最大的努力 未来 我们会结合国会里面 所有支持改革的力量 组成进步大联盟 让稳定的多数 成为执政的后盾 我也会广纳各方的人才 不分党派 共同为台湾的改革而努力 让政治走向团结 让社会不再对立 亲爱的台湾人民 大普事件的时候 我们走上街头 洪中秋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走上街头 反核式的时候 我们也走上街头 民主程序被践踏的时候 我们更一起走上街头 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 我们人民捍卫自由跟民主的意志 走上街头 我们的声音就被听见 但是走进投票所 那个做不好的政府 才会真正的下台 负起责任 1月16号 就是你 一定要站出来的历史时刻 谢谢 谢谢三位总统候选人 以上就是第一阶段的深论 现在休息五分钟 马上回来进行公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